Hello大家好,我是大丹,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期视频跟大家分享我的雷品和近期爱用品 先说雷品,再说爱用品 第一个雷品就是这个卡尼尔他们的蓝色卸妆液 这个卸妆液是我为了凑单买的,价格很便宜 但是我买之前还是上网查了网上对它的评价 网上对它的评价非常高,说它性价比高,卸妆能力强,温和 它上面也写说可以戴着隐形眼镜来卸 然后卸完之后也不用再冲洗了 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卸妆产品 但是我买回家用它发现我并不喜欢它 是因为第一,我用的是Kiss Me的睫毛膏 因为它不容易水,所以必须要用水油分离的卸妆液 所以我平时用的是曼丹这种 我还用过欧莱雅,朗蔻等等好几个牌子 我感觉差不太多 但是最后我最喜欢曼丹是因为它的综合表现能力最强 卸妆力高,温和,然后价格亲民 但是这一款Kanier的这个水油卸妆的这个 它的这个油实在是太少了 只占这个瓶子的五分之一 像曼丹这个就是占二分之一的油 它的这个油少导致的后果就是把它这样摇匀 然后倒在那个化妆瓶上敷 擦的时候就会很色 色就是摩擦力大 我就觉得我擦眼睛的时候有摩擦到眼周的肌肤 而且它的卸妆力还挺弱的 用这个曼丹我可能敷上 然后慢慢的擦一两下就能完全卸掉 但是用这个Kanier的卸妆的我就是敷 然后就擦擦擦擦 擦五六次才能勉强的卸掉 我擦完之后我都感觉我的眼皮要擦破了 而且我也是画下睫毛的 所以我卸妆的时候 闭眼擦拭下睫毛是没有办法完全卸掉的 所以需要稍微张开一点眼睛 然后来擦下睫毛 但是就那种那个时候就是难免有卸妆水进入眼睛 我以前没有太大的感觉 是因为那些都比较温和嘛 但是这个进入眼睛之后 眼睛就会很刺痛 然后眼睛也会很红 我没有用过很多次 你看我这个基本上还是满的 我只用过两三次 我每一次擦完我眼皮也痛 眼睛也痛 而且我是不戴隐形眼镜和美瞳的 所以我不知道那些戴隐形眼镜的用它擦会感觉怎么样 反正我是不喜欢这个 但是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它很便宜 它这一大桶大概是不到10加币 然后还有什么活动啊 打折啊不拉不拉的 可能到手价格可能只有5-6加币 这个曼丹也是一个很便宜的产品 它这一瓶大概是不到15加币 然后这个比这个大这么多 所以它的性价比很高 但是擦完之后还需要一个很贵的眼霜来修复眼周肌肤的话 我觉得这个高性价比就不是很值得 所以它就是我的一个雷品 我的第二个雷品就是这个娇蓝的彩球 很多人也都知道的 首先我先吐槽一下它们的这个包装 这个包装很美没有错 但是它这个盖子实在是太松了 所以这个就是肯定不能带出去补妆压油 但是也没有关系 很多散粉都是不能带出去的 但是它这个盖子这么松 我也不能带它出去旅游 或者是我回国也不能带它 去哪也不能带它 像就是一般散粉都是这样嘛 这是fitme的散粉就是你可以这样 它这个如果要是带出去旅游的话 真的会撒一化妆包 然后里面都是这种彩球 弄碎了就会非常的恶心 它只能就是这样的坐在化妆桌上 不能陪我环游世界 第二就是我这个彩球是好几年前买的 是我刚刚接触彩妆 刚刚化妆的时候买的 我看电视里面有一个彩妆大师推荐 它是这么说的 说你看这里面有这么多彩球吗 有粉色紫色黄色还有绿色 你把粉色单独拿出来 它就是腮红 把白色和紫色单独拿出来就是高光 还有绿色可以校正肤色 然后它整体还可以当一个散粉 所以买了这个就相当于买了腮红 买了高光买了散粉 还能肤色校正 我当时一听觉得这个产品虽然很贵 但是它很值 但是我回去之后发现 然后我钻眼之后发现 不是这样的 是因为首先我们先把它打开 就是把它当做腮红来用 我就需要把那个红色粉色的拿出来 它也没有给我操 我也不知道拿出来放哪 可能我自己会准备一个 比如说飞行病的这个盖子拿出来 放到这里面 我就挑挑挑 挑 挑 就是这样挑 把那些粉色挑出来 你们发现没有 我挑这个粉色就挑了好久 每次化妆的时候都是急着出门的时候 就没有那么长时间给我就是找这个这个盖子 然后挑这个粉色的腮红这样 而且它当腮红的时候就是特别不好取上来那个粉 就是刷出来就没有太大的颜色 所以就是浪费时间没有颜色 嗯 还有就是肤色校正的这个 嗯 这个东西 我觉得通过散粉肤色校正的话就是有点天方夜谈 如果真的想了肤色校正的话就需要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一个 这是什么 嗯 彩色的遮瑕膏 像这个绿色 它是真的有这个能刷出来这种绿色就是能校正红色的 像这个粉就用一点点是没有办法校正脸上泛红等等的吧 所以它当高光当腮红当肤色校正就是一个噱头 没有没有那个作用 我觉得 嗯 之后就是它的本质工作就是散粉了吧 首先它当散粉 它这个球球比较松 它是不太好取上来的 像这种散粉 就是它是散粉本人是还可以取上来 但这种散粉就是球球真的很难取粉 但是也不是取不上来 是能取上来的 然后这个散粉它的效果是那种亮闪闪的 不是磨皮效果的 我是一个毛孔比较大的人 所以我用到这种有点闪的散粉 我就好像跟全世界在炫耀我的毛孔一样 所以我用上它之后就变得很丑不好看 它的唯一的优点就是它长得很好看 这个包装很好看 但是我又不在乎这个 我比较在乎它画我好不好看 它好不好看就真的不是特别重要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一个雷品 说完了雷品再说几个我的爱用品 第一个爱用品就是修丽可的这个色修 我的这个是北美版不是加强版的这个 我用它的最大感觉就是舒缓 我上网查了一下它的这个成分什么的 它就是有摄香草提取物 百里香油橄榄和黄瓜 所以能够起到抗盐舒缓保湿退红的效果 我用下来我就觉得它的抗红 抗盐还有舒缓的效果真的是太厉害了 它就是有一个缺点就是不是特别保湿 我用完它之后脸上还会有一点干 所以它更加适合油敏皮 有很多人是拿它来对抗痘印 如果要是红色痘印的话 它是可以有调理作用的 是因为红色痘印还是皮肤里有炎症 所以它是泛红的痘印 它是可以这个消炎的 但是如果痘印变成了黑色的或是斑的话 那这个产品就不可以了 因为它不是对抗黑色素的 它还有一个加强版 里面加了曲酸和熊果酸 是可以对抗黑色素的 但是这个是不行 我就是用它来舒缓抗盐 特别好用 我的第二个爱用品 就是这个The Ordinary的30%的AHA 加上2%的BHA 这是我第三次说这个产品了 我前两次说的 我觉得说的太保守了 我当时是想说一个最严谨的说法 给一个广大听众来听 但是后来我发现 没有什么人来看我的视频 所以我就是想把它说的 更符合我的使用感一些 我非常喜欢这个产品 它是30%的果酸 加上2%的水洋酸 是一个酸类换肤的产品 它的这个作用非常的强 是很激进的一个产品 需要皮肤屏障完好 皮肤不是太敏感的时候来用 一周用一次 我每用一次 我都会觉得我的毛孔 被清洁了非常的多 而且用完它之后的 两三天 就是痘印 还有各种脸上的一些 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吧 就会变得好很多 而且用它之后 我觉得我的脸变得更加紧致了 它有一个就是促进 胶原蛋白增生的功效 所以它又能清洁皮肤 又能抗老 然后价格又非常的便宜 而且它用起来很方便 一周一次一次十分钟 所以这个产品 除了它有一点过于激进 有一点刺激 皮肤平常受损的人 不能用之外 我找不到它什么其他的缺点 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 果酸换肤类的产品 我的第三个爱用品 就是这个 也会被大家推烂了吧 就是这个蓝芝的唇膜 它就是又好闻又好用 我用上它之后 我就没有再买过其他的唇膏 味道很香 然后晚上用第二天早上起来 嘴唇又软又嫩 然后保湿效果也非常的好 我平时冬天嘴上是很爱起那个泡的 我用了它很长时间之后 我冬天嘴上就很少起那个泡了 但是它不能抹到就是泡上 或者是嘴破的时候 就是嘴唇没有那些炎症的时候抹它 它有一个增强嘴唇抵抗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我觉得 所以它就很好用 下面的这个爱用品 就是迷上的一个夜间的精华 我是看油管的博主推荐的 说它是瓶价的小棕瓶 我现在虽然没有小棕瓶的包装 但是我用过挺多小棕瓶的 它是我买的第一个妆柜的精华 也是我觉得最全面的一个精华 它可以保湿维稳抗老抗炎 使用感也不错 味道也不错 早晚都能用 就是很全面 如果要是带一个精华逃命 Rether die的话 我会带小棕瓶 因为它很全面嘛 但是现在是和平年代 就是不用逃命 所以可以用两款以上的精华 那小棕瓶在我这儿就是 虽然它很全面 但是它每一项都不是最突出 比如说我想维稳 或者是抗炎的话 我刚才说的这个修理可的色修 是最好用的 我觉得 如果要是想抗老的话 就是A醇或者是圣泰的精华 抗老效果会更好一些 所以小棕瓶在我这儿就是功效 就可能就是一个全面的一个精华之后 我会再用一个主功效精华 比如说我现在就是皮肤需要维稳 需要修复屏障 还有抗炎的话 我可能就是用一个它当主精华 然后用小棕瓶做一个其他方面的一个维持 或者是提升 这种情况下 小棕瓶可能就是价格会有一点高了 所以我会就是用这个精华 因为它价格比较低评价嘛 可以代替小棕瓶 还有就是小棕瓶里面有一个成分 叫做二裂酵母 它的作用就是对抗光老化 促进DNA损伤修复 抗炎增加皮肤屏障 这个成分的这些作用 我没有在其他的成分里面找到 比如说对抗光老化和促进DNA损伤修复的成分 所以我用它的一个很大原因 也是因为它里面还有二裂酵母 就是可以达到其他成分达不到的效果 它的使用感也非常的好 质地就比小棕瓶要稀一些 我现在已经把它用完了 我本来想给大家看的 但是还没等我 就是还没等我分享 我就已经把它用完了 但是我现在还是要说一句 就是如果它跟小棕瓶都是单独使用的话 它的效果还是达不到小棕瓶的效果 小棕瓶还是我觉得同等价位里面 最好用的一个精华 但是它也很好用 它是评价好用 下面这个爱用品 不是品 是一个我很喜欢的成分 就是DMAE的这个成分 这个成分很少有人在说是一个很小众的成分 但是我为什么会找到它呢 是因为我很重视脸上皮肤的一个紧致度 因为我的脸我觉得很大 如果皮肤是往上提的 皮肤是紧的或者肉是紧的 会显得脸型很好 脸小 所以我就找了很多关于紧致的东西 然后我就找到了DMAE的这个成分 我现在手里有两个产品 一个是这个是美国的一个化学实验室网站的 Two Time Tiner是相当于DMAE的一个精华 然后这个是DMAE的一款DMAE的这个水 DMAE就是使脸变得紧致嘛 一般情况下 要是我觉得紧致的话 可能就是胶原蛋白多了或怎么样 但是DMAE不是作用于胶原蛋白的 它是作用于脸上肌肉的 比如说苹果肌等等肌肉吧 它里面有一个什么疑险胆碱的这个成分 还是物质 就是可以使肌肉看起来更加的结实 比如说苹果肌看起来结实的话就会上扬 然后这块的肌肉或者什么肌肉结实的话 就是变年轻往上往上走的那种感觉 我查了很多资料 我也听了美国皮肤科专家 就是持症的专业人士吧 介绍DMAE的作用原理 但是我没有太看懂 我只知道它是作用于肌肉 使脸变得紧致的 我用的这两个产品 这个是我先用的 这个是精华我已经用完了 我用这个的第一天 我就有感觉就是使脸变得紧致 但是具体原理我又讲不出来 我只是觉得用这个成分确实有用 所以我把这个成分介绍给你们 你们如果要是很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查一下资料 或者是查一下产品的效果等等 嗯就是这样了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要喜欢我的话就关注我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